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些文物部门呢 还有一些这个博物馆呢 都来人了 说这个地方不能弄得那么不像样 那么有的人就说 是不是这里头还有没有挖出来的东西呢 那么有的人就说 是不是这里头还有没有挖出来的东西呢 不是 长沙马王队汉目在自从七十年代开掘到现在 已经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挖进了 有价值的东西都运走了 那说都运走了 为什么这块地方相关部门这么看重啊 各位别忘了 长沙马王队汉目的挖掘 是中国在二十世纪考古学最重大的发现 而且在这里边挖出的东西 包括他当年的器物和一些书籍 可以说完整的丰富了中国汉文化那个时期 那种圣经 这地方为什么叫马王队呢 当初这是两个小山包 像马鞍子似的 叫马鞍队 后来改成马王队了 开始人以为这是五代十国时候的王爷的墓 到后来开早才知道 这是西汉初年 古代长沙国 他的丞相叫代侯利昌 是个侯爷 名字叫利昌 是他的墓地 那么我说的是 可能有的朋友说 哦 原来这闹了半天 西汉初年还有长沙国 不就都统一了吗 怎么还有长沙国呢 哎 在这我得特别跟大伙说说 咱们有的人一翻个历史课本 你看 从打这个奴隶制社会 完事以后进入封建社会 大伙知道封建是什么意思吗 封建就是封土建国的意思 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呢 我们都知道西州打败了商朝 然后呢 周五王开始分封 把自己家种姓的弟子和一些有公之臣 我给你封到这边 允许你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就后来的齐国 那一块镇国 这块晋国 这么分的 都是自个儿子弟 这个叫封建 就是封土建国的意思 春秋战国的时候吧 本来这个周朝的国王是最大的 周王最大的 可是分了这么多国家 这国家人强大了 反而不拿这个周王当回事了 所以这才有春秋战国乱悠悠 春秋无意战 秦统一 秦统一之后发现这个封土建国不科学 我封你是个国了 你不听我的 我还收拾不住你了 所以秦统一之后搞什么 叫俊宪制 用这种方式 然后呢 一切呢 权力归于中央 这叫中央集权的专制 集权集到哪呢 皇权最大 所以到了秦朝以后呢 原来的封建制就没有了 改成了皇权专制 到了西汉初年呢 不分的恢复了封建制 刘邦呢 为了笼络天下豪杰 打了天下呢 得分封啊 所以他封了十个异姓王 就不姓刘的 不跟他是一家的 其中长沙这呢 出了位了不起的豪杰 叫吴鲁 刘邦封他为长沙王 他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长沙国 咱们今天说这个马王队汉墓谁呢 就是这个长沙国下边的丞相 封他为戴侯 这个人叫利昌 他的墓地 说当初挖的时候 很多人没想到 不是说主动知道这地方就挖 因为国内你想想有那么多皇陵亡陵呢 哪轮到这一个侯爷 咱都知道皇上往下往 往往公侯伯子男 你才是个二等爵位 也没人怎么注意 结果当时要在这个地方呢 建地下医院 结果挖着挖着 发现地下是空的 把这木挖出来了 而这里头那气体出来呛人 有人还划火柴一点 发蓝色的火苗 说这是什么地方 1972年1月 马王队发掘组正式对这座神秘的墓葬进行科学挖掘 挖掘过程中 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有人说 在白高泥中挖出了绿色的树叶 大家都不敢相信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树叶 说一定是挖掘式掉下来的 这难道真的是古代的树叶吗 在随后的发掘中 考古人员又在填土中陆续发现了 翠绿的树枝和黄绿色的竹框 他们预感 这个墓葬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出现 就这么的 把它打开 先打在哪呢 一号墓 就我们说立场她老婆心追夫人的墓 结果这一打开 大家可打开眼界了 没想到外边不起眼 里边别有洞天 打开尘封千年的神话 她带给了我们哪些惊喜收获 神秘的心追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千古一荣 能否再现于世 老梁观世界 马王队灵气还在 正在不出 咱们说这个墓地叫棺果 里头的装尸体被棺材 外头一层一层叫果 它这果多少层 四层 打开一层又一层 打开又一层 每层之间都有些宝贝 陪葬 到最后里边这层棺材打开 这个心追夫人的遗体出现了 一看身上都有二十多层 丝织品的 麻织品的 丑屋的什么都有 就基本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在上面的 你能再把这些打开 大伙以为这里头就骨头架了 这死人吗 结果令大家大吃一惊 这个人心追夫人你看着呢 就跟刚死不久似的 皮肤都是黄的 你用手往上一个都有弹性 保存的非常完好 这就是咱们现在一直君君乐道的 长沙马旺对千年女尸不辅之谜 不辅烂 有人说那口儿呢 搁白糕泥封着 不透气 氧气进不来 还有说底下还有些液体红色的 不知道什么成分 好像是弱酸的 弱酸不抑制细菌吗 没有细菌它就不烂呢 说什么都有 那你说这地方能这么形成 按同样方式封住的别的木 那枣子骨头都要烂没了 西汉时候的 这你怎么解释呢 所以只能说这是个偶然现象 到现在人类没有解开 它为什么尸体不腐烂 再仔细看这具尸首 大家感到很惊喜 为什么呢 两千多年留下这么具尸首 你琢磨琢磨她的生理解剖意义的价值得多大 找了一些解剖学家一解剖发现 这辛赘夫人呢 活着的时候身高一米五四 体重多少斤呢 一百四五多斤 你琢磨琢磨 挺胖 再一解剖发现呢 这辛赘夫人呢身体不好 什么不好呢 有这个胆结石 有冠心病 可能还有心脚痛 还有腰间盘突出 反正跟我们现在说 这都是富贵病 感情的整天这个吃吃喝喝 看看歌舞 养尊处优 她也不活动 在她胃里还发现呢 一百三十八克半 香瓜的瓜子 就说她死之前呢 没好的是这么吃 你想一百三十八克 这瓜子还没烂呢 哎 天空这得吃多香瓜 我估计是撑死的 仗死的 就说明这个女人呢 很爱吃甜食很贪嘴 这是 所以这一解剖 就发现呢 甜瓜吃多了 她本来有胆结石 这一堵引发胆脚痛 胆脚痛引发惯心病 哎 两腿一灯 勾奔极乐去了 祥年大概是五十二三岁 这心锥夫人 后来这个咱们的公安部门呢 还用这个头骨复原技术 哎 把她的年轻时候长什么模样 都给复原出来了 2002年3月 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教授赵承文 开始复原心锥的形象 赵教授设计了一套软件 可以通过尸体的骸骨 复原死者的面貌 复原主要依据心锥颅骨的X光片 出土时拍摄的面部照片 以及薄画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 最终 赵教授在电脑上完成了对心锥面容的复原 从复原图上看 她是一位地道的中国美女 根据尸体的伸长 还推断出她年轻时大约高1.6米 因此 人们又根据复原图 制作了心锥年轻时期的拉下 所以围绕着心锥富人这块 有好多的迷 你还有这 你看她陪葬这些东西 哎呦真是好 有一件东西最有人注意 她有一件衣服 一米多长的衣服 全透明的 薄如传意 哎是沙的 薄到什么程度 你把这衣服叠成六层 往这一按 隔着还能看报纸的 那字是清清楚楚的 你说那得多薄多透明吗 而且这衣服 你把弄来弄去一上乘一腰 48克 多轻 你就用现在咱们说那复印纸 你做这么件衣服 也得100克开外 你说居然用沙的48克 当时这工艺得多高 那还是领上啊 袖着啊 牵上点棉线 又把那棉线拆了 就20多克 多薄 叠到一块能塞到什么里 能塞到一个火柴盒里边 你说这得多高科技 那么说这衣服干嘛 有人说这么薄 肯定内衣 怎么穿呢 这完全透明的 有人说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性感内衣 其实这不靠谱 那汉民族那时候推崇乳术 他肯定也是对这个东西挺忌讳 哪有说晚上睡觉前里头穿这么身衣服的 所以后来一考证是吧 陪嫁的 你想上 吹吹打打的 拉着新娘到你家去了 嫁人了 新娘身上穿着很艳丽的衣服 婚纱礼服啊 这外头人要刮风呢 你要怕这衣服脏呢 哎 搁这件沙衣披上 不耽误看里边 里边这衣服五颜六色漂亮吗 把这一整这衣服还干干净净的 有人说这衣服是这么来的 除了这件世间罕见的